为什么人类不敢踏足海洋深处 就在几年前 国外移民博主上传了一则惊天动地的录像 史前巨坑大战玛雅海兽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录像开始 巨坑从太平洋南部一路向北 历经三田 最后在一个不知名的海域上 与玛雅海兽相遇 与此同时 美国大兵对海岸线的居民进行了疏散 并派出了数十亚直升飞机 准备找出这场冲突的原因 此时镜头一会儿 我们来到飞机内部 视频手上抱着的 正是用来监视巨兽的高科技 水下无人机 此后掌观一声令下 数十亚无人机已然尽数投入大海 开始记录这神圣的一刻 刚开始两头巨兽表现了异常安静 只是死死的盯着对方 但随着巨坑的一声怒吼 玛雅海兽也交道起来 露出了密密麻麻的坚持 所以双方便开始了 随随随随的疯狂撕咬 从上面可以看到 实行巨坑占有体型优势 果然下一刻 巨坑一个用力 张开巨口咬住了玛雅的头颅 玛雅还受率先受伤 但这点伤口对他来说 却不值一提 长久的进化 已经让他的头不完全硬化 可以抵御各种撕咬 而此时被咬上的巨坑也反应过来 急忙一个白尾 拉开了双方的距离 两次交手之后 巨坑明显处于下风 可作为时间生物 今天的血脉不允许地轻易低头 于是巨坑抵人疼痛 开始了第三次进攻 而就在这电光火车之间 巨坑一个闪避 咬住了玛雅的腹部 玛雅还受惊怒万分 多少年都没吃过亏了他 也急忙扭动身体 对巨坑发动了技能 脚杀 强大了脚合力 让巨坑一时无法呼吸 为了呼吸到新鲜氧气 他只好松开了嘴巴 向海上游去 而玛雅海兽也趁着时机 给了巨坑最后一击 而就在这关键时刻 玛雅海兽开始缓缓靠近 察觉不妙的巨坑也立刻回头 重新与对方厮杀在了一起 一段时间后 血水染红了大海 可这场景 就算是鲨鱼蚊之味过来 估计也会扭头去跑 而这浓郁的血腥 更是激起了玛雅海兽的凶性 作为视线成性的物种 总是一件伤痕的脸 单单是像风里一般 扑向了巨坑 咬下了巨坑的上颚 就这样 在玛雅海兽的连续撕咬下 巨坑的瞳孔扩散 渐渐失去了知觉 一代霸主就此云落 而玛雅海兽也在人类的注视下 暂时潜入了无尽的深海当中 虽然迄今为止 人类对大海的探索只有5% 但我相信 在未来的某天 人类终将会探索出大海的全貌 于此时 在太平洋海底一万米的深处 一个渔人为了吃到美味的蟹黄宝 竟是走进了蟹宝王餐厅 没多久 美味无比的蟹黄宝就被端了上来 可谁是里面却下了迷药 等等再次醒来 竟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蟹宝王的餐厅内部 还无意间在这里看到了蟹黄宝的配方 由此可以推断 石仙俊威和玛雅海兽 两个霸主之间的中突 其实就是动物界的正常厮杀而已 没啥大惊小怪的 就是体型大了一点